等 等這些撇啊 記住要寫平一點 我們一看到撇啊 都有個先入為主的觀念 撇就是要斜的 沒有人跟你講這 沒有人跟你規定撇一定要斜的齁 就像點 點大家都講說斜的 那個工錢還寫平的咧 所以每一家都不太一樣 下筆不理一點 你看這個明明就直畫 平平要歪一點點過去 然後就直畫一般會有糊塗 它片片給你寫的硬邦邦的 然後就寫上去 兩個角度又不一樣 一個是 好像就差一點點 沒有完全平行 不知道是故意寫到不平行還是沒算好 不過沒算好的機會比較小啦 大部分都是故意的 所以它的美感就建立在這 很小很小的動作上 跟其他的書法家完全不同 負 вкус走好後來 1920 如 כן 嘭 shut 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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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頂上去 負 considering 負負 負負 負責 1 分 3 分 3 分 3 分 5 分 4 分 4 分 6分 4 分 6 分 4分 4分 5分 3分 3 分 4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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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分 4分 5分 4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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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分 5 分 6分 5分 adolescent 這個寫一個硬梆梆的 然後這裡又來一個小小的弧度的 然後這個距離交錯的角度跟拉長的筆劃點 照照的話又是點 這個點都很高啊 所以這樣來看 它的左邊的經常會比較重心偏高 尤其是岩部的時候 間隔不一樣啊 有時候很難跟寫欧阳群的人解釋 欧阳群都一樣啊 好 下筆不離一點 再扭過來 塞那個縫隙 折 再往內縮 馬上縮起來喔 那口呢 口當然是右邊的口 右邊的口跟左邊的口來比 右邊的比較大一點點 你感覺比較主角 但是還是扁的啊 注意這些收束的動作 是 下筆不離一點 先來個點 然後再撇過來 然後這個筆劃略為有點弧度啊 不太明顯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 歐陽許 不是 岩真心的影子 下筆不離一點 欸 不是直的 稍微有點彎啊 然後收硬的 頂一下 讓它跑出來 斜的 頂一下 然後這裡又來一個渾厚 渾圓 有點弧度 遠真輕的 影響又來了 它這個點也點到外面來 這是柳共泉的特別地方 是 Friday 題融省